傅云申出事那天是她的生日 父亲傅容亲自下厨做了丰盛的晚餐 母亲江淑宁开了珍藏的红酒 一家三口久违地坐到了一起 傅云申去睡觉后 傅容趁江淑宁心情好 提到了一个人 傅容过得并不快乐 在外人看来 她是傅灵天的独子 家世风光 财富自由 大学毕业后 傅容不想经商 傅灵天让她娶江淑宁为妻 作为交换 傅灵天出资 给傅容开了一家画廊 傅容和江淑宁是商业联姻 婚后 江淑宁进入灵天集团 挂了董事之名 傅容则待在画廊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傅西州的母亲林芝 19岁那年 去了傅容的画廊打工 她年轻 美丽 温满动人 与强势霸道的江淑宁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风华正茂的傅容出轨了 傅灵天知道后 震怒 对傅容说 林芝与傅家只能选一个 再浓烈的爱情 在金玉满堂的现实面前 都变得不堪一击 懦弱的傅容选择了傅家 让林芝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林芝失望透顶 连夜回了老家 躲在小镇上生下了傅西州 傅西州三岁时 林芝带着不甘与恨意 出现在了画廊 傅容没有半点惊喜 有的只是震惊与害怕 为了安抚林芝 让她不去傅家闹事 傅容在偏僻的小巷里 给林芝母子租了一间房 每月提供生活费 并许诺 每周至少陪他们两次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五年 直到江淑宁发现了一切 林芝不愿意回头 哪怕被学校开除 父亲与她断绝关系 也坚持背负着小三的骂名 看着傅容在两个家庭间徘徊 面对江淑宁的各种刁难 林芝不退不让 六年后 江淑宁再一次找林芝麻烦 傅西州冲上去 想把两人拉开 江淑宁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事后 江淑宁的司机作为人证 一口咬定 是林芝母子推了江淑宁 江淑宁起诉林芝母子 傅容阻止不了 只能为他们请了律师 为了保护傅西州 林芝担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傅西州想去探望母亲 但因为有江淑宁的授意 每次都被拒绝入内 她无计可施 只得去画廊找傅容 但傅容再次抛弃了他们母子 躲到了国外 联系不上人 三个月后 傅西州去找江淑宁 听到了她和傅云深的对话 江淑宁算准了林芝 为了儿子会主动认罪 于是特意挑傅西州 放学的时间上门闹事 从起诉到收买律师 假意辩护 再到把林芝关进精神病院 都是江淑宁一手设计的 四个月后 傅西州的朋友 乔家琪假装犯病 傅西州以男友的身份 跟进了精神病院 见到了林芝 林芝真的疯了 面色苍白 瘦得皮薄骨头 眼神呆滞 在母亲凄厉地尖叫声 和恐惧的颤抖中 傅西州大哭了一场 从此 傅西州没有再去看林芝 在傅荣面前 也不再提起母亲 她住在出租屋里 依旧接受着傅荣物质上的照付 四年后 傅云深生日 傅荣提出要去看林芝 江淑宁瞬间崩溃 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吵醒了傅云深 傅云深喝了酒 心里烦 一刻也不想在家里多待 离开后出了车祸 急需输血 半夜一点 傅林天敲开了傅西州的门 以同意他随时探望林芝为交换 让傅西州跟他去医院 傅西州提出两个条件 傅家公开认可他的身份 以及毕业后进林天集团工作 傅西州回傅家后 江淑宁在他的车里做了手脚 傅西州坠河 如果不是遇到顾软软 他的命早没了 顾软软比傅西州小八岁 就他的时候 他刚高考完 受好友风铃所拖去他家里 帮忙照顾生病的弟弟 傅西州被顾软软从河里救上来时 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他不说话 问什么都不答 风铃的母亲说要把他交给警察 顾软软不同意 他看着傅西州失忆后茫然的样子 想到了自己 顾软软五岁的时候 父母空难去世 外公将他接回软家 舅妈与表哥不喜欢他 关系冷淡 寄人篱下的顾软软常常有种淡淡的无错感 傅西州恢复记忆后离开了风家 三年后 顾软软与傅西州重逢 死缠烂打地要和他在一起 外公不同意 觉得傅西州心思深沉 家庭环境复杂 但顾软软不听劝 说嫁给傅西州是他的心愿 傅西州和傅云深没有闹掰钱 顾软软总是通过傅云深来了解傅西州的行踪 傅云深要是不配合 顾软软就威胁要带周芝芝去见他 周芝芝第一次见傅云深是在他八岁的生日宴上 切蛋糕时 周芝芝将生日愿望大声说了出来 他想看雪 母亲笑他六月没有雪 其他小朋友也跟着起哄 说周芝芝在做梦 只有傅云深没有笑 用白色泡沫给他下了一场人造雪 那时 江淑宁正在争取与周家的合作 他先是拉拢周芝芝的母亲 陪他购物喝下午茶 后来他发现内敛的周芝芝对傅云深非常热情主动 于是每次做客都会带上傅云深 周芝芝喜欢傅云深 读初中时 课间休息 周芝芝总是跑着去给傅云深送吃的 就为了能看他一眼 傅云深出车祸后 周芝芝毅然放弃学业 重新参加高考 改学护理 那场车祸 傅云深虽然捡回了命 但高位节肢 只能坐轮椅生活 从昏迷中醒来后 傅云深才知道是傅熙周为他输了血 傅云深痛恨林芝破坏了他的家庭 当着傅熙周的面 用水果刀往手腕上滑 说自己不稀罕 傅熙周站在离傅云深几步之遥的地方 没有阻止 静静地看着他 嘲讽地表示 就算傅云深死也改变不了 他们身上都流着傅容的血的事实 因为傅熙周这句话 傅云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他要和傅熙周拼个你死我活 看看到最后谁笑谁哭 他不愿再面对父母 强烈要求转到海德堡治疗 傅云深的表哥利奥 安排朱舅去别墅护理他 朱舅去之前被告知 傅云深不太好相处 得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天上班 傅云深就赶走了朱舅 但利奥的话 让朱舅坚持了下去 朱舅的父母都是医生 他从小有奶奶待在身边照顾 留学的费用昂贵 朱舅哪怕打两份工 也只够生活费 没有余钱买机票回家看奶奶 利奥提出 只要朱舅接下照顾傅云深的工作 傅家会付他丰厚的薪水 而且利奥也会向他开放书房 那里有很多朱舅想看的书 朱舅和傅云深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过 那时傅云深高中毕业 打完网球回家的路上 一只忽然跑出来的小狗被车撞倒 傅云深见了 将小狗抱到路边查看 朱舅从路对面跑来 带着傅云深去了自家开的中医馆 帮小狗处理了伤口 因为奶奶有鼻炎 小狗跟了傅云深 按朱舅住的巷子命名为梧桐 傅云深很快忘了朱舅 但朱舅因为梧桐 常常想起傅云深 当年 傅云深的网球拍落在了朱家 上面有傅云深名字的缩写 在朱舅的帮助下 傅云深开始正视自己的痛苦和缺陷 愿意接受假之 想要从轮椅上站起来 作为纪念 朱舅把网球拍物归原主 当年 傅云深和朱舅意外掉进山洞 为了安慰朱舅 傅云深在他手腕上 画了一只星星手表 后来 傅云深在朱舅生日那天向他求婚 用的不是戒指 而是他亲手制作的腕表 表盘是一片深蓝色的星空 朱舅则送了一盆薄荷给傅云深 这是他的英文名 他对傅云深说 我的礼物虽没有你的贵重 但是 你看哪 我可是把自己送给了你 你一定要善待他 他对傅云深的久 他打了一盆薄荷